竹林都已經講了兩次 請你往前面坐 我看都沒有人 都沒什麼動感 要我再講一次吧 前面 很空耶 好嗎 來來來 前面來 地牌都是空的 這邊都是空的 坐在裡面的人 出來一點點啊 我想看到你們 誒 如果你還年輕啊 我還年輕 請你往前面坐 這邊都是空的 前面坐 前面坐 謝謝 以後那個主席 跟那個敬拜的主領 如果你講到多次了 都不往前面坐 我教你一個方法 玩遊戲 大風吹 一吹就就全部往前走 所以呢 如果誰不動啊 等一下就表演節目啊 他就動 全部動 切成這樣 在我的教會 通常最後幾排 我是用繩子把它拉起來 不允許人坐 逼得大家都往前坐 坐滿了以後 再把後面的位置開放 那這樣的人 就有一個習慣 就往前面坐 幾次以後 大家都知道 那些位置不用拉扯 也是不能坐的 那就是幫助我們 今天早上 我們一同來到主的面前 我想問各位 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嗎 好 你自己說的啊 所以今天早上 你沒有理由 打瞌睡 睡得好嗎 睡得好嗎 好 不好 有人開始咬頭 不管你睡得好不好 我們今天早上有 還有 接下來有三堂的信息 那昨天晚上我回去 有一些的反省 那我基本上 假設各位都 能夠非常清楚的 知道我要講的是什麼 所以 我只給 教會 大綱那個題目 我沒有給 教會我的 獎章的大綱 但是 當我昨天晚上回去 反省的時候 我感受 可能有些人 因為我講得很快 抓不到那些轉折 和我要講的要領 所以我就覺得 我需要調整 需要悔改 需要顧及 各位的需要 所以我今天 可能 會抱一下大感 這是我 差不多五年來 都沒有的習慣 五年前講到 我是第一 第二 第三這樣 那五年前已經 已經開始了這樣 我就 連續講 連續講 但是我好像感覺到 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是否感受到 有些人跟不上我的節奏 或者說 我抓不到 你們的那個思路 或者你們 抓不到我的思路 所以我就想 有一些的調整 假如我忘記了 那請你提醒我 好嗎 我告訴你那個大感 我講到 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的大感 通常都是 三 為什麼是三 因為聖父聖子聖父 三位一體 對吧 人有靈魂體 而且三很容易記 三 有時候我是講一的 有一些的信息 我是只講一點 有時候講兩個 基本上是三的 所以你如果聽不到 三個部分 你就要好好反省 或者我要好好反省 你有沒有聽到 那今天早上 我們來到這裡 求主幫助你 今天的信息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們昨天 用了一天的時間 一直在講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把基督信仰 最寶貴的 中心告訴你 如果你昨天 很仔細的聽 也很認真的領受 我敢說 這是我們基督教信仰 最寶貴的地方 也是最基礎的部分 他就是要告訴我們 我們是一個罪人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我們的過去 對嗎 那使你的過去 變成過去 使你的罪被赦免 使你有一個新的開始 使你在基督的裡面 重新有一個新造的生命 不是你 是上帝為你做成的 因為我想基督 幾一人幾幾 眾人死了 眾人就都死了 這是救恩 那你要做的是什麼 接受 就像耶穌對尼格尼姆說的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夠見神的國 所以你要做的是 回頭 相信 悔改 歸向主 你相信什麼 你是接受耶穌在你的心裡面 你接受耶穌做什麼 做你的救主 也做你的主宰 讓你的一生放在他的手裡面 然後從這個起點開始 往前面走 而這樣的一個起點 是從終點的角度來看這個起點的 因為人活著是為什麼呢 人活著就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始終行在神的路上 所以我們才稱為主若願意 我們就別活著 這是我們成長的起點 今天很多人不會成長 是因為找不到起點 那昨天我很嚴肅的提醒各位 你是真的基督徒嗎 還是名義上的 還是看起來的 還是真的 那今天 我要只對基督徒講大 如果你還不是基督徒 我會稍微照顧一下你 我會談一些 但是今天 我要對一個基督徒講 你怎麼開始成長 你已經有起點了 你有了起點 你應該怎麼走 你應該怎麼走下去 我們來讀聖經 馬格福音第四章 第一節 我們今天到第九節 馬格福音第四章 我們從第一節念到第九節 這一次請女生念第一節 男生念第二節 第九節的時候我們一起來讀 好嗎 女生先來 第一節來 你 耶穌又在海底教訓人 有許多人到他媽裡去行 他只得上床坐下 坐在海底 所有人都靠近來 站在岸上 也許就用比喻教訓人 學道理 在教訓之間 對他說 你們聽著他媽 有一個傻中的出去傻中 傻的和好 有落在路華的 悲妖來之境 有落在土鞋子頭地上的 土鞋子生八秒最快 日後一來一散 因為沒有根 就孤甘了 有落在季季裡的 季季長起來 把他急住了 就不解釋 有落在蠔土裡的 就發生了 長大 即使有三十倍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說 有兒可聽的 就必敢聽 我們一起來讀告 親愛的天父啊 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求主使給我們一顆 安靜敬畏你的心 讓我們能夠 認真聆聽你的教導 主啊 你也賜給我們一顆 專一的心 讓我們可以專注在 你話語的裡面 讓一切的攪擾 從我們中間出去 讓一切散漫 從我們中間出去 主啊 你賜給我們 在這個炎熱的氣候裡面 安靜你的面前 好叫我們能夠得見 並且讓我們得著你 主我們感謝你 把今天早上的聚會 繼續攻擊陽光 在恩主的手中 求主讓我們 能夠真正的 遇見耶穌基督 我們感謝你 我們把你的仆人也交給你 主啊 你知道他的軟弱 你也更知道他不配 求主願助你的保血 接近他 使他能夠成為聖誡的器皿 來呵護主用 我們想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我問一個問題 活著很不容易 對嗎 這是我的左院講 那 我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你活到現在 你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 你們的眼神 告訴我 你們沒有什麼困難 我再提示一下 這個問題太大了 人跟人之間最困難的是什麼 啊 現在男生 男生好像都沒什麼困難啊 人跟人之間最困難的是什麼 關係 啊 關係 啊 關係 啊 你們的抓抓頭說 這個問題我從來沒想過 那你們想什麼的 人跟人最困難的是什麼 啊 等一下你們再回答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不要用你的答案代替所有的人啊 男生 你有遇到困難過嗎 人跟人 不要說我追不到女孩子 不要講 那個人跟人之間 最困難的是什麼 啊 算了算了你們沒困難啊 女生問 人跟人最困難的是什麼 啊 相處 還有呢 信任 還有呢 相愛 相愛是很難的啊 順便告訴你一下 我今天挑戰非常大 我今天有三個地方請我去講 下令你的講員 有一個地方我要講十一堂 有一個地方我要講九堂 昨天說 寫信回來說 要加 加 我說不要加 九堂是我的極限 要講十一 講九堂 還有一個地方 我要講七堂 他竟然給我同樣的題目 一個地方叫做 愛可以再多一點點 第二個地方叫做 愛神愛人 第三說 把愛活出來 都是愛 我想這個很困難 除非我們活出來 那上面給我很多的挑戰 我就在禱告 我的師父說 為什麼神給你都是一個題目 可能你的愛不夠 就是 OK 那 愛是很難的 這個話題很大 人跟人最困難的是 是相處 這個題目很大 範圍很大 我的答案是 人跟人最困難的是溝通 你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你跟別人講 如同雞對鴨腳 有沒有 他們聽不懂的 會吧 那那個時候你怎麼辦 甚至有時候 我做老師的上課 怎麼講怎麼講 學生都不明白了 那個時候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 人跟人溝通 比跟豬溝通 不是說你不如豬 是人跟人的距離實在太遠 中文講話 我教教教 他就去做了 有沒有 有時候我記得人 那個時候 為什麼喜歡養狗 不喜歡養人呢 你明白嗎 因為人和人之間 非常困難 人和人之間 最困難的是溝通 雖然我們都講同樣的語言 雖然這個聲音 話 你都聽得懂 那你聽過沒有 話裡面還有什麼 話 不過人跟人溝通了 很難的地方 就是因為 有時候 我們心裡面想著 用我們的語言 表達不出來 會不會 所以別人也 聽不懂 你這個意思 我聽懂了 但是你那個 表達不出來的東西 我聽不懂 所以你就覺得 對方講個話 沒有摸到你的心 我告訴各位 人跟人最困難的 是溝通 溝通最難的 是什麼 是聽 我仔細想一想 今天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有沒有教你聽 你要學習去聽 有沒有 教會有沒有教你聽 教我教你講 祷告 教你教 祷告 好不好 很好 祷告就是要講出來 對不對 講出來 教會有教 祷告 甚至有的教會 祷告也有教 我不懂 你們教會有沒有教 教會要教你 講出來 當神學院教你做什麼 講到 但是從來都沒有一個地方 教你去聽 耶穌有教 耶穌第一個出來的 就是教你要聽 你的耳朵不聽 你就會出問題 我再說一次 人跟人最困難的是 溝通 溝通最艱難的是 聽聽 你細數一下 你有多少次 在別人還沒有講完的狀況底下 你就開始插嘴了 你有多少次 你算什麼 如果你沒有算過 你可以做一個嘗試 現在你們都有MP3 MP4 iPhone iPen 都很多 對不對 你把你一天講的話 錄下來 通電話也好 跟別人講話也好 你把它錄下來 你看看你有多少次 人家還沒有講完 你就 一道插進去 結果你插完了以後 別人說 不是的哪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看有多少次 你還沒有聽完 你還沒有聽明白 你就開始不耐煩的講話 你的體制需要學習的 求主今天幫助各位 一個成長的基督徒 是要學為聽 在我們剛才所讀過的聖經裡面 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節說 當耶穌出來教導他們的時候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聽啊 在原來的聖經裡面 他前面還有另外一個感嘆詞 叫做看啊 你們要聽 那個女正中翻譯本就是這樣翻譯 看啊 你們要聽 那個看啊是猶太人的表達方式 猶太人每一次提到一些很重點的東西的時候 或者要你注意的地方的時候 他都喜歡講 看啊 對不對 你讀到聖經裡面很多次 看啊看啊 看啊就是很重要 要你注意 你們要聽 說明這一段話 當耶穌出來講的時候 聽是他的重點 然後你看在整張的經文裡面 你回去再看啊 我把我的結果告訴你 從第三節開始 一直到第四章的結束 第九節 第十五節 第十六節 十八節 二十節 二十三節 二十四節 甚至三到三十四節 一共出現了 第十四節 你們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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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在整個的經文裡面 耶穌所要表達的 馬可所要記載的 就是要關乎一個字 就是聽 如果你聽不明白 很多東西你就不明白 你也注意看 在整個馬可福音裡面 講到有關於耶穌基督的比喻 耶穌喜歡用比喻教導別人 對嗎 而撒種的比喻 這是我們通常講 其實不是撒種 叫土地的比喻 這個比喻是放在第一個的 他要你聽 要你聽 要你聽 什麼意思 耶穌在告訴所有的人 如果你這個比喻聽不懂 你其他的比喻都聽不懂 你要聽明白耶穌的教導 你先學會去聽 你先學會明白這個道理 你先明白這個種子和土地的比喻 如果你這個比喻聽不懂 不能夠接受 其他的比喻你都聽不懂 因為耶穌對本徒說 這些比喻是講給你們聽的 而不是講給他們聽 為什麼他們聽不懂 為什麼呢 因為是跟這個比喻的重點有關的 馬可福音寫作的時候有一個特點 我昨天已經稍微的介紹 約翰福音的特點 馬可福音也有個特點 馬可福音的特點 常常會覺得是三明治的特點 第一段和最後一段在講同樣的事 中間那一塊就是重點中的重點 你看馬可福音第四章 你看第一節開始到第九節 耶穌開始講論 啥種 有落在路旁的 有落在土潛石頭上的 有落在哪裡的 經濟裡的 經濟裡的 有人落在什麼 毫無理的 那之後呢 從第十三節開始到二十節 門徒就來問耶穌 這比喻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耶穌就開始解釋 落在 印土裡面的 路旁的 到底是之什麼 落在 經濟裡的 到底是之什麼 落在 土潛石頭上的 到底是之什麼 落在 行圖裡面的 到底是之什麼 就解釋 跟第一段 一到第九節 正好是對應的 中間 就是重點 第十節 和十二節 我請你們來對讀 馬可福音第四章的 十到十二節 這是這一段 比喻的重點 它用三明治的方式 把重點放在了重點 我們來讀啊 無人 無人的時候 耶穌 耶穌的人 和師父的本徒 問他這個比喻的意思 耶穌對他們說 神國的奧秘 只向你能知道 若說這位外人說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們看見 卻不曉得 聽是聽見 卻不明白 恐怕他們 回轉過來 就得 什麼意思 這段話是出在 以赛亞書的 當時神拆遣以赛亞 往上的百天當中去 告訴他們神的信息 神對以赛亞說 這些人的是 聽是聽見 卻不明白 看不看見 卻不曉得 免得他們回轉過來 我就一直 好像上帝很怕 他們回轉過來 這是上帝用了一種 非常諷刺的方式 來對待他的百姓說話 意思是說 這些百姓 他們心力剛毅 根本不聽 神說 我的道指告訴你們 我的奧秘詞告訴你們 我對他們講這種比喻 因為他們聽是聽見 不明白 看不看見不曉得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上帝的道 絕不浪費 如果你的土地 如果你的心 如果你的耳朵 如果你的生命 沒有預備好 你聽是聽見 你是聽不進去的 看是看見 你是不會曉得的 上帝的道的奧秘 是向你隐藏的 他注意 他要我們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調整你的感度 你要學會 用怎樣的方式 去聆聽 你能不能夠開花 結果 你的生命能不能夠成長 完全在乎你 用什麼樣的態度 什麼樣的方式 去對待 去聆聽上帝的話 如果你聽不進去 你是聽是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看見 卻不曉得 什麼叫做 聽是聽見 卻不明白 看是看見 卻不曉得 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有時候我很喜歡 捉弄捉弄 其實這樣也不對 但是我想 有時候我也會捉弄捉弄 學生 每次講完課 我都說明白了嗎 他們說明白了 我就說你站起來 再講一次 你聽得懂嗎 所以以後你回答我 不要隨便 明白了嗎 聽懂了嗎 聽懂了 你起來再講一次 他們就啊啊啊啊 這隻呜啊 就講講講講講講 不能講到哪裡去了 明白了沒有 他也是沒有明白 你聽得懂嗎 其實有時候 我們 專注在那個 東西上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 沒有心在那裡 好像是明白了 其實 並不明白 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他的百姓 教导他的门徒 先用这个比喻 如果一个人要接受耶稣基督 他必须要先调整他内心的态度 才能够听进去 去提示的奥秘 去使他明白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 成熟成长与成熟 你怎么样是你的生命变得更成熟 你做一个基督徒 你怎么样更成熟 你要先学会听 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 它有四种不同的土地 但是他们对这个种子的反应 却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 没有反应也没有结果 再说一次 没有反应也没有结果 种子撒进去 跟没有撒进去是一样的 没有反应也没有结果 这是哪一种土地啊 路旁 对吗 没有反应也没有结果 第二种 是有反应 但是 没有结果 有两种土地是这样的 一种是 独窃 石头上 明白吗 反应很快 荆棘里的 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 长出来了没有 长出来了 但是被挤住了 另外一个没有根 就枯干了 我问你啊 挤住跟枯干是一回事吗 其实是一回事 你挤住了长出 也会怎么样 会哭的嘛 明白吗 它只有第三种 是耶稣要 叫做 有反应也有结果 我们大家说 这个比喻给我们看到三个问题 三种 四种的土地 对种植有三种的反应 那个种植 耶稣后来解释 就是神的道 对吧 三四种的土地 对神的道 有三种的反应 第一 没有反应 没有结果 你看 有些人还是没有听 要考试的啊 第一 没有反应 没有结果 第二 有反应也有结果 第三 有反应也有结果 你是第七种 你是第七种 你看 各位 你是哪一种的土地 求主帮助 我们先来看 第一种 耶稣说 首先是落在那路旁的 什么是路旁呢 你去过农村 你就知道 当时的土地啊 你像耶路撒冷的 或者是 是加利利的那个土地 其实是 是很肥沃啊 然后呢 他们是属于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的 平原这样 有山坡 所以每一个人的土地 都分好的 那么我怎么区分 我这是我的土地 和你的土地呢 所以就会在旁边 那个土地的旁边 住起 一个也是泥土做 但是比较硬 安能采的 我们叫做 田梗 是吗 或者叫 边缘 第一 这些地方是为了区分 这块土地是谁的 第二 也是方便那些农户 可以进来土地 就走进来 所以当时 他们杂种是这样杂的 你明白吗 那么有时候 走到边上的时候 那些种子会落在了 这些比较硬的田梗上面 这叫做在路上 那个路不是大马路吗 没有人撒到一个地步呢 把种子撒在白油路上 你明白吗 那一张 没有人这样撒 那个路是田旁边的那些 区隔每一个土地的 那个钱的边界 那在撒的过程里面 这些种子会落到了那些地方 耶稣说 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些地方 对这个种子的反应 是没有反应 落下去 就好像没有路 后来 耶稣就解释说 在第十五节 这些人 就好像听了道 魔鬼来 就把道夺去了 路加冥 第八章十一到十二节 他的解释 更加的具体 他说魔鬼来 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 信了 救的救了 意思是说 这些的土地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道 有一个错误的回应 我昨天讲 没有回应 其实是另外一种的回应 就是拒绝 就是听不进去 因为他的土地 太过硬了 所以总之 没有办法 落到他的里面 只能够落在外面 耶稣对这样的反应 的的确确并不满意 因为他们不是来听道的 他们来接受的 不是道 而只是听某一种的声音 和演讲 这样的一个生命 不是耶稣要的 这样的一个土地 是不会成长的 田间的路 从来没有长出 值得 有价值的果实 是成为被 见到的一个土地 所以耶稣说 今天来听他道的人 第一种 就是那一种 没有反应 也不会有结果的 那耶稣讲的这个话 好像有点负面 我们想 今天我们透过耶稣的话 给我们什么信息 我想告诉各位 如果你不要做这个土地 那你要怎么做 你要热切追求 渴慕正当 你要热切追求 渴慕正当 弟兄姐妹 你是哪一种的土地 你是不是像耶稣 所讲的这种土地 他们对道 没有兴趣 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 没有兴趣 他们不是要来听道 他们是要来听故事的 他们是要来看人的 他们来教会 他们读圣经 他们不是要顺服 在这个道的里面 他们对道本身 没有兴趣 他们来 是有另外的目的 有人说 这种的听众 是雨伞式的听众 听过这种讲法 什么叫雨伞式的听众 你什么时候用雨伞 今天也用 配养出来的时候 反正 不是每一天都用 是有用的时候 才有 那个背后是什么呢 功力 什么功力 我需要的时候 我需用的时候 对我有好处的时候 我拿出来丢 这种的听众 是那种功力主义的听众 这些人有一个特点 是专门挑自己 想要听的去听 你还不明白 我用一个故事来帮助 有一个人 在一个宠物店买了一只鹦鹉 但是这个鹦鹉呢 买鹦鹉的人 他就希望鹦鹉会讲话 这个太太就把这个鹦鹉带回家 不会讲话 他就跑回到宠物店老板说 老板 你的鹦鹉不会讲话 这个老板就对那个太太说 哎呀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你买一根镜子回去 鹦鹉是要看看自己才会讲话 那个太太就说 好 我就买镜子回去 买回来 第二天 还是不会讲话 那么这个太太就跑到 镜子也买回来 她还不会讲话 那个老板就说 哎呀 你买一根镜子回去 楼梯呢 他喜欢在上面 玩玩玩 玩开心了 他就会讲话 不要不要 买回来 把那个楼梯回去 还是不会讲话 第三天 到了宠物店 那个老板说 哎呀 镜子还不够 你要买一个秋千回去 那个鹦鹉是要来 当买 当去 你跟他玩开心了 他就会讲话 买回去 第三天 还不会讲话 第四天 一骨死吧 然后这个 秋千的 这个 宠物店的老板 这个太太就第四天 回到宠物店的老板说 你的一骨死了 那老板就问 那四十一千有没有讲话 他说他有讲话 讲什么话 他说请问 从物店除了买秋千 除了卖 这个 这个 梯子 除了卖镜子以外 有没有卖吃 因为我们常常在定道的过程里面犯成错误 我们把那个梯子 把那个镜子 把那个秋千都得回来 最重要的食物 都要吃进去 你是这样子 你专门来听见证的 你专门来讲故事的 你专门听 你喜欢听的 却没有把主的道 听进去 这些人的心 不在这里 所以他们说 上帝造人的耳朵 是有道理 一支左 一支右 就是这里进去 那里可以出来 神的道不在你的心里面 你对神的道 没有感兴趣 当讲到神的道 讲到神的真理 讲到神的话的时候 你的心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此这些人到了窍会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不是在听到 他们是在享受 无形中间 他们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要做一个消费者 什么叫消费者 你们是消费者 你们去了一个餐厅 坐下来 你们喜欢做什么 或者按钮 叮叮叮叮叮 喜欢吗 因为你在接受他的服务 是吧 如果那个菜一上来 太咸了 你就会把那个跑腿的叫过来 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感到很悲 有一次我去吃饭 那些跑腿的真酷 那些我们的华人 我们的同胞 对着那些跑腿的 名字都不叫 过来 告诉你 那个人站在旁边 要牵说对不起 不然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你换 叫你的经理来 叫你的老板来 非常表情 然后 我们在欧洲 太邪了 告诉厨房太邪了 然后 举手 来来来 要水 来来来 要可乐 来来来 要酒 我们就举手 今天要来 今天到了教会 你坐下来 如果你的重点 不在上帝的道 你对道没有兴趣 那你的重点在哪里 你的重点是 好 和 不好 所以 再谈一下看 这个敬拜堂的主领 讲话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于口齿无亲的 这种人 怎么可以做主领 叫我才瞎了眼 你看 他们衣服 都不整齐的 那最后还应该 有一次的衣服 你看 中间有一个人 抢掉了 你看 那个音还没有到 他就抢出了 你看 他们唱着 他唱错了 你看他这根本就 没有水准 你就开始评价了 明白吗 讲道也是这样 你坐在底下 如果你的重点 不在道 你就开始对 那个讲道的人 开始评价了 好 不好 哇 这种人也出来讲道 这不是丢人歇言 你开始就开始评价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当你有这些反应的时候 代表着什么呢 英雄姐妹 代表着你的心 已经不再向道 开放 我并不是为传道人 开度啊 今天教会 今天真的是要好好调整 传道人 一个好讲道 但是传道人 没有好讲道 并不代表 他的道里面 没有道 你明白吗 我们是需要被训练成 一个合格的听众 合格的聆听者 去聆听上帝 对我们讲话 弟兄姐妹们 就是帮助你 让你学会 你的心 不再是硬的 如果你对神的道 没有兴趣 你只关注 台上的人的口词 讲法 你每一次出去 当你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 你听完了 神的道 你只是说 哇这个传道人 讲得真好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是有问题的 你应该说 我今天被主的道充满了 我要知道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才是真的 如果今天你只是会 欣赏频道 你只会懂得 评价传道人 你只是会讲一个人 欣赏人的口才 故事 发酵 你其实已经慢慢的 把自己的心地 变成了刚硬的 到进不到你的生命里面来 你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状态 我们要有很多 要做的地方 我们可以做的事 第一 你要敞开你的心 我不晓得那种 但是听起来没有 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当你安静你自己的时候 你有没有为自己打干吗 主啊 我可能是个刚硬的人 我的心地刚硬了 连我都不知道 求主帮助我 让我学会聆听 让我今天 只单单注视你的话 你会不会采荡荡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传道伦导 我们主帮助我 你做不得 讲得好得到 讲得好得到 他讲得很好 你的心会开 进去 你为自己祷告 一个好的聆听者 是先为自己祷告 主你预备我的心 你让我可以安静在你的底下 什么叫敞开你的心 如果我们中间 还有一些没有信处的朋友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们一进来 我们的心就关起来了 我们一进到教会 教会的聚会还没有开始 传道还没有上来 你的心已经关起来了 什么叫做心已经关起来了 你一进来你就说 基督教的信仰 是信仰中的一种 信仰都是宗教的鸦片 你明白吗 你的心已经关起来了 无论台上的人讲什么 你都就会用这样的态度去讲 这个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所以你没有办法让耶稣 这个福音来触摸你的生命 基督徒有没有可能 刚映到一个地步 也是这样的 当你还没有听一切 你的心已经关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关起来了 你拿到今天的周报 你看 哦 马可福音第四章 先看一看 我注意到很久 我们教会如果有应周刊的 有应简报的 弟兄姐妹 第一个 如果找到教会的话 你第一个拿起那个周刊 你第一个看什么 你今天看 今天谁讲到 我也会说错 主日啊 我说是主日 不是这一次 这一次你们都知道 是我讲的 你主日有时候 你不知道 你一到教会 那个在外面服侍的 那些接待的同步 就会把那张纸给你 今天的这个服侍周刊 我告诉你 你拿到第一页 你不是放到后面 奉献有多少 你不会看 叫过来圈多少钱 哪里有需要支持 你不会看 你第一个看什么 今天谁讲到 你看到 突然有一个人的名字出来 你的心就开始挂了 他 你明白吗 你的心就开始关了 第二个问题 看什么 他还有讲什么 马可福音第四章 一到九节吗 想不起 第二件事情 就翻开圣经 先看看 杀种 我们搞错了 就这种东西 这个我都知道 心 关了第二道门 好了 开始敬拜 敬拜 就就就就 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 第三道 怎么关 这个人上来 讲了十分钟 一直还没有讲到重点 他讲的事整的 不怎么好 将来还想去 绕了很大的圈 十分钟都没有讲到重点 你的第三道门 别管了 你说 这个人 讲的还不如 我 所以三道门关了以后 你接下来 这四十分钟 或者五十分钟 你不是在那里 顶到 你也不是在那里 享受 你是在那里 忍受和等候 散会结束 整个下午 你的心 是过你的 对吧 对吧 很甜甜反应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又对 对吧 对 这是不是你的写照 是吧 你曾经有过这样 我告诉你 我有过 非常的沮丧 一进到 哦 他 关了一道 看看英文讲 哦 这个 再看看他的讲章 大问题 哦 第二道 一坐下来 听了十分钟 还没有到重点 三道门群 有人就开始睡觉 有人就开始走来走去 有人就开始不断地看手表 引言讲了十分钟 第一点讲了二十分钟 就开始帮他计算 他在这篇讲章的里面 说了几个我们 说了几个你们 说了几个他人 就开始起笔记 然后在这个笔记本上 不是抄他 每天讲这么 你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结束啊 怎么会讲那么啰嗦 啊 你的心 跳起来 神的道会进去吗 神的道会进去吗 我不敢说 那个传道人 一定讲好的道 我不敢说 那个传道人 没有应该他负的责任 我觉得有 但是作为听众的 你和我来说 你有没有觉得 你的心变得越来越感动 你刚刚门门得救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其实那些传道人 照样是这样讲的 对吗 你方便以前的记录看 他也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心不是一样的 你敬拜 这个圣经的心是动的 你听神的道的圣经 能讲不好 但是你还是有领受的 你到达的圣经 是很感动的 你也知道今天回去 我要怎么做的 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心不安了 你的土地变硬了 你需要到主的面前来悔改 求主预备你的心 使得你可以 钻住在他的面前 教你一个方法 怎么样 要操练自己 不再刚硬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 不知道对你来说 有没有帮助 你尝试尝试看 做笔记 好吧 你听到做笔记 真的很有好处 我自己也是这样 有时候就叫我 感觉自己不专注 我就做笔记 我就一点一点的摘入 我不知道你做笔记怎么做 人家有时候传到人 给你一个大纲 你从头记到也都是大纲 大纲 不用记 周报都以为他会送给你 你最重要的是 记录今天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能那个话 传道人讲的轻描淡写 但这是你的写照 可能那个传道人今天讲的 根本不重要 但是 你却得掌 明白吗 做笔记 很认真地聆听每一句 有一次我去温州 去听一个人讲道 我回到温州 去到一个教会 因为 我回去很短的时间 也没有告诉 每一个教会 我回来了 所以主日呢 我就选择 回到我的母会 去参加聚会 去的时候 我就坐在后面 把自己当作一个 很一般的会众 去聆听讲道 那一天 我也很认真地聆听 那我听不到一句话 老实说 传道人那天讲的 没有什么特别 他讲的 我知道 这样的信息 我也讲过 但是那一天 我听到了一句话 他说 曾经拥有神的同在 并不代表 你永远都拥有 神的同在 你过去的事工 过去的事故 有神与你同在 不代表 你明天还不有 神的同在 除非 你每一天都活在 神的同在里面 我记住那句话了 我觉得那句话 就是那天早上 神对我说的话 你明白吗 很多时候我们的心 对世界 是开放的 我们对神的心 是关闭的 你只有我鼓励你 每一只听到 做笔记 笔记不但记录大纲 笔记也记录 今天神 透过这个上帝的仆人 对你说的 哪一句话 你把它记录下来 反省你自己 这样你的心事 是好感的 因此你的焦点 就不会放在那个 传道人讲的 好和不好的上面 不会放在 人的口才 与记者的上面 而是把神的道 放在你生命的 最重点上 阿们 我求主帮助你 改变你听到的态度 如果你听到的态度 不改变 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 明白吗 如果你听 不会学会听 你的灵命就不会长大 弟兄姐妹 我很渴望你长大 不要变成在教会里面 越来越能听 会听 很内行的听的高手 却使你的生命会成长 什么东西都有内行跟外行 属灵的生命永远都没有内行跟外行 你听得懂吧 我今天坐船长了十几年 我毕竟没有 我每一天都要活在上面 否则有一天 我会变成什么 我会变成 那一个很可怕的 上帝的朋友 我们都是神的学生 每一天都在学习 如果今天我不会听 我还能够讲 我就变成只能够说 我能够听得 与辅的传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那一块 没有反应 你也没有结果的印度吧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 你需要悔改 让耶稣改变你的土地 使到你的生命有成长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 你的心里变刚硬 石头一样了 听过进去了 没有反应了 拒绝成的道 不愿意听主的话 今天你也要悔改 让主更新你的生命 否则你不可能成长 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种土地 叫做那些土浅石头上 反应很快 但是因为没有根 很快也就死了 所以长得快 死了也快吧 这很像年轻人 对吗 我问过一些农夫 他们说长得最快的菜是什么菜 是韭菜 很快啊 你你们有没有种过韭菜 我没有种过 我问一件内容 他说韭菜长得很快 长得很快就 就是捡了一批 长出来有一批 很快 捡了一批就长了 我觉得很像教会的年轻人 很快 十二岁开始就看你很快 五六年就长得大哥 开始就开始带你敬拜啊 在台上 但是差不多五六年 有很多人也就 工作的工作 娶太太的娶太太 生孩子的生孩子 嫁人的嫁人 堕落的堕落 教会又换了一批新的 又是十几岁人吧 我们做教会 旁公的爱很开心 感谢主 我们看到教会又多很多人 但是新的一批 也许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也许这是一个不太合乎上帝旨意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 长得快 去了 突进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第三种土地 是那些被荆棘挤住了 以致不能够结果 你看看耶稣的解释 在十六到十九节 有两个特点 第一 突起石头上 为什么 他们长得快 死得也快 因为他们跟阳光晒有关系 因为没有根 一晒就孤干了 耶稣的解释是说 这些人经不起患难 有患难 有考验的时候 就死了 那些被荆棘挤住的 耶稣是怎么解释的 读读看好不好 十六到十九节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得到 立刻把关系领受 但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未到 造了困难 或者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些 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和迷惑 和别样的私欲 进来 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解释 你看到在这两种的土地上 为什么他们有满意 而且没有结果呢 两种的考验 第一种是硬的考验 叫做患难和逼迫 一逼就死了 第二种是软的考验 叫做思虑 钱财和迷惑 一进来 软的考验 把他挤住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两种的土地 他们有反应 但是没有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聆听者 他们对神的道有兴趣 有反应 但是经不起考验 所以道还是不能 完全地进到 他的生命里面 他没有成长 所以弟兄姐妹们 第二种土地 第三种土地 他们的关键问题 在于经不起考验 这些上帝不只是 让你听神的道 上帝也让你 为神的道负代价 所谓经不起考验 就是经不起负代价 这些人很快 但是消失的也很快 这让我想起了 另外一个比喻 叫做快熟面的心肚 你们吃快熟面吗 方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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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Nuder 方便面 快熟面 快熟面 快熟面有什么特点 快 快吧 但是只能煮几分钟 如果你煮十分钟 他有什么结果 今天很多结果都就是这样 他们坏 放进去 就熟了 没几年 不是不是 爱吃爱吃 意大利总会 那个复活节的青年讲道上 我讲了一篇信息 我还记得 很清楚的记得 我记得那一篇 我在讲 但业美术的第三章 我说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 讲到那个年轻人 你看三个游士 被丢在火窑那里面 结果 圣经说他 衣服没有烧焦 身体没有烧臭 烧了 还不会焦 经得起考验 很多的年轻人 没有烧 就已经焦了 一烧 就化了 我们经不起考验 我们没有为当时少 我们没有手术神的当 弟兄姐妹 因为你听道 重要 很重要 不能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更重要 就是你听的道 你要守住这个道 你要把这个道的重点 放在你生命最高的价值上 趁着你要为这个道 付出大家 你要学为 牺牲 这边是个话重要 还是你的 娱乐比较重要 这也是神的道 比较重要 还是你个人的私欲 比较重要 这也是神的道 重要 还是你的生命 比较重要 你要 好好地去 反省 这件事情 我看到有很多时候 年轻人的这种现象 让我非常地难过 可能也是在教育过程里面 生活过程里面的一些的特点 求主今天帮助你 让你能够学会守住这个道 让你能够经得起 这样的考验 一个真的基督徒 不是在这里 是出去 在万般的考验里面 你是否仍然 像一个基督徒 我必须提醒各位 我们在这里 大家都很相信 我们唱诗 我们祷告 我们聆听 但是真正的考验 不真正 真正的考验 是在崇拜 结束之后 在人群当中 你是否 经得起考验 有三个牧师 他们在一起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呢 就谈谈谈谈 他说我最近教会很麻烦 他也说我最近教会很麻烦 那个也说我最近教会很麻烦 三个教会都很麻烦 结果麻烦 谈出来都是一样 为什么这个教会 突然之间来了很多的蝙蝠 那个叫什么 巴达 叫做蝙蝠 我们在教会很多蝙蝠进来 麻烦死了 聚会的时候 那么多蝙蝠怎么办 两个牧师说 我想了一个办法 这蝙蝠那么多 我就拿出我的墙 对着天猫吧 另外两个牧师说 什么结果 蝙蝠蝠蝠一直没有打死 天花板都是斗 那两个牧师就怀疑 你说牧师真是傻 怎么会拿枪打蝙蝠 你以为你神枪是什么 另外第二个牧师说 我的办法是什么 我就把这些蝙蝠一个个 钻进麻袋的里面 然后绑好 开车 还到五十公里以外 放电了 另外两个牧师就问我 什么结果 当我开车回到教堂的时候 蝙蝠被我歇回来 第三个牧师说 你们都不聪明 我告诉你 我的方法很好 而且你们要学起这样做 做完了以后 一定没有蝙蝠 他说 那其他两个牧师说 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这些蝙蝠给处理掉 我的方法就是 封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洗完一个飞出去 洗完又飞出去 今天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 受洗以前 大家都乖乖地待在这里 可恶什么 受完洗 出去 受完洗 出去 这个叫做 快熟灭的 基督徒 为什么你是完洗出去 因为你记住圣经一句话 叫做 信而受洗的 必然之后 结果你说 我得救了 不来聚会 没有关系的 以后还有机会的 不祷告 没有关系的 还可以的 反正我得救 那个是傻子的问题 将来多一点 少一点 无所谓 我只要能够进监导 就够了 但是我真的很怀疑 这种基督徒 是否真的有生命 得救 是上帝整个救赎计划中的 关键一步 我不能不说重要 很重要 但是这是一个起点 上帝在你的计划里面 不只让你得救 而且要让你成长 所以你不能够做快熟灭的 那个信徒 你应该做一个 真正的说 经得起 讨厌的信徒 所以我今天问你们 圣经说 这些的土地 是因为有考验 因为考验来的时候 他们经不起考验 使得到 在他们的心中 就被什么东西挤住了 我问你 你被什么挤住 一直使得到 没有办法 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 我们太容易被干扰 我们太容易被挤住 在崇拜里面 神明挤住了你的 上帝的道理 挤住了你 遵循神的话 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 这句话 这句话 可能反映出你 一时的心情 但是这句话的心情 反映你的时候 并不正确 你当教会 只要你的时间够久 你就会有一种的可能性 叫做 跌倒 你听得懂这个术语吗 经理很喜欢用这个术语 叫做 我跌倒了 跌倒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你犯罪 我该 但我会 第二种 大多数 告诉我最近跌倒的 是什么呢 是我被人看跌倒 我还从来不知道 怎么叫看就跌倒 你走过去 半是会半倒 但是你看怎么会 我一看就倒了 那个我还不知道 所谓的看跌倒 有时候基督徒讲话 是常常别人听不懂的 不明白你在讲什么 我明白 所谓的看跌倒的 就是有一个人得罪你了 有一个人伤害你了 对吧 就跌倒了 很多基督徒告诉我 是这样 为什么我的道听不进去 为什么我不来教会 为什么我不再读圣经 为什么我不再祷告了 为什么我不再聆听神的话了 为什么我对神道没有兴趣了 为什么我心里失去火热的心了 是因为 教会里面有一个人 他做了 的确确那一个人做得很过分 我 也倒了 你觉得 这话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 如果那个人的位分 对不起 我要讲位分 比你高 所谓的比你清线 先信主 比你鲜火热 甚至也有在教会服侍 可能是教会的同工 另外可能也是做传道 可能是不知道 他做了某些 上天很害你的事 他做了某些 让你大跌眼睛的事 他做了很多 跟他生分不一样的事 结果你说 我跌倒了 真的 我非常理解 你的感受 那这弟兄姐妹 你的生命 因那一个东西 把你挤住了 明白吗 你长大 你今天要宣告 主啊 没有任何事 能使我 与你的爱 隔绝 常常学的 有很多的情绪图 是若不经风 经不其考验 我曾经也是这样 我现在还是这样 但是弟兄姐妹 神常常提醒我 这是必须的考验 你 岛进 任性 考验 我知道女孩子 很喜欢考验男孩子 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 总是要先证明一下 这个男孩 是不是真的喜欢 她 才愿意嫁她 你觉得女孩子 很有意思 她只要心中 知道的那个人 是真的喜欢她 爱她 她就决定了 不给变 你怎么证明 女孩子会刷男孩子 比如说 故意启了 看她能等活久 你做过这种事吗 你不要做活 你真的要做做看 不接电话 看她会如何 有时候 无缘无故 塞她一句话 不痛不痒 看她有什么 反应 你一定要证明 她是爱你的 还是不爱你的 这种事 一定要做做看 但不要做太久 做太久 你就会出事 因为让对方留下一个印象 你是一个虎脚蛮肠 蛮不讲理的 小燕子 只有五阿哥才会去 她就说 我不是那个五阿哥 所以就跟你是过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人喜欢抗议 我告诉上帝 也喜欢抗议你 你祷告的时候 祝我爱你 当时的时候 祝我爱你 成的那么好 真的吗 抗议一下 因为抗议 因为抗议 有时候是敬等 这种硬的讨厌 可能是这种逼迫 这种混蛋 你信主 你却遇到艰难了 你信主 你这里不顺 那里不顺 你信主 很多人起来 跟你做仇敌了 父母也跟你不满意了 兄弟姐妹 也跟你不满意了 朋友也跟你不满意了 我也无伤害你了 你说 都是因为我去教会 结果那么多事 我不去教会 什么事都没有 有一个姐妹告诉我 我没有热心安住的事 我丈夫什么都听过 我只要一拍桌子 他就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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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热心的 他爬到我头上三腰 我 每一天都是 我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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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变成我做 对不起 我如果 在太多时 他就没有更羞 你信主是这样子的 你信主是这样子的 我就不许 做信主 我真辛苦 告诉我 这次考验 你还坚持吗 你还坚持 你一服侍主 你以罪金主的道 你爱主 你为主拜上 你肯服侍主 结果考验 种种而来 你怎么样向上帝 写出 你是真心跟罪主 要紧等起 讨厌 有很多的试炼 有很多的试探 有试欲 有金钱 有迷惑 在你我的周围 今天很多人 经不起这种迷惑 那个网络 网住你的时候 把自己的道 丢掉了 最近我们教会 军会人 那时候 我一问 欧洲碑 晚上都是崇拜 青年人都 看欧洲碑去 有些人 故意不来教会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们容易被迷惑 就被拉走 求耶稣今天道说 你 经得起 讨厌 甚至在许多的患难里面 你 经得起 讨厌 我在跟教会讲道 讲完道 我下来坐在第一排 有一个姐妹 来找我 她跟我分享 她的见证 那天我讲完道 我还清楚我讲什么 她讲完以后 后来我才发现 那个姐妹 是在那里 私情的一个姐妹 她就找了 找了找我 她说神传道 我不要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见证 她一排是讲 她就哭 我说发生什么事 她说几年以前 我的孩子去世 那个孩子已经有睡了 结果呢 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 那那个时候她告诉我 那个病 我现在忘记 到底 反正全世界只有百分之五的比例 也就是说 不是百分之五 是千分之五 反正是很少的 只有五个percent 那样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比例 就是很少 她的孩子生病 的一个特征 就是刚开始肌肉 没有病气 慢慢的 上肢下肢 都没有力气 慢慢的 到肺 到心脏 最后 没有力气 关掉 当她得知这个疾病以后 医生告诉她 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帮助她 恢复她肌肉的力量 她的肌肉 是一块一块地死掉 最后到心脊 所以医生在告诉她什么 准备 准备 等 这个孩子就是死 孩子死 这里心里很清楚 那母亲心里很难过 直到这个孩子 快要去世前的几天 她把她的妈妈叫进来 她说妈妈 我知道我要去上帝那里 我知道你一定很不舍得 但是你从小就告诉我 天堂有多容易 上帝那里有多好 我去那里 我相信你的话 一定比这里更好 你知道这个孩子讲这个话 妈妈会流眼泪的 然后她的孩子 对她的母亲说 我走以后 你答应过 三件事 你一定要答应我三件事 那妈妈就说 我答应你什么三件事 第一 你不可以不去教会 我知道我走以后 你一定很难过 你也会埋怨上帝 你为什么把我带走 每个礼拜 你都要去教会 妈妈点头说 答应你 第二 你每一天都要 打告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 你很难过 你跪下来 不会有打告 你答应我 每一天都要打告 第三件事 而且你每一天都要坚持读古章的圣经 上个话 才能帮助 怎么忙都答应 我非常地惊讶 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比任何的人都明白 读经 到参加崇拜的重要 我就问一个姐妹 你的孩子长了多少年了 那个时候他告诉你 五年了 你坚持吗 他说我到今天 我仍然在坚持 有什么领受和感动 他说我感谢主 那个时候我心情很差 很郁闷 不想坐下来 不想说神话 但是逼着自己 因为我答应了我的孩子 我要做到 我刚开始这样 逼着自己 坐下来 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 读着读着 神就对我说话 后来我才明白 我不是来完成 我答应过孩子的作业 而是神通过这个方式 把我带回到他的话语里面 让他的话帮助我 弟兄姐妹 当你在艰难中 在苦苦中 在患难中 在失败中 在熬炼中 你仍然坚持这个道 不是你厉害 是神给你一个机会 让上帝的道 活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 是神通助你 因为你灵足的话 你不能够做什么 今天不是我们生命不成长 就是我们忘记了 抓住神的道 在困难的时候 把神的道丢掉了 去抓另外的救命草 结果你越抓越抓不住 使到你的生命 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你需要想想 你就需要抓住神的话 抓住神的道 你明白吗 你要学会听主的话 不只是被人读 读 要读到神对你说话 对你的心说话 让你感受到上帝的话语 怎么去操练 活出这一种经格期考验 或者叫做胜过考验 竭力坚忍的 这种生命的态度去听到 有几个操练 第一 每一次当你到教会来的时候 你知道人都喜欢坐第几排的 后 后 尤其是你心里软卧的时候 私欲捆绑 你来到教会是很不容易 也不愿意 在千方百计的不愿意底下 拖着神怒的脚过来 你喜欢坐第几排 最后一排吗 我跟你一样 也喜欢坐最后一排 但是你 如果 想要 让自己做好的聆听者 你就要逼自己 坐 第一排 我知道你喜欢坐最后一排 我也喜欢 坐最后一排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掌尽的听主 在你很不愿意的情况底下 把自己逼到前面去 我坐第一排 我要认识听主得到 第二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挤住 什么挤住 一只手机就把你挤住 对吧 你来教会的手机操练 把手机关掉 或者 我说以前 圣经里面常常教导 我们要禁食祷告 禁食祷告 我们现在恐怕要禁手机祷告 你来崇拜的时候 改天一天不带手机看看 你会受不了的 现在人都离不开手机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被这个捆绑住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花人教会 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听不见的 我看很多周报上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到 那个周报上 印了两只手机 手机上面都打着叉叉 提醒大家 那个手机很大 占了那个版面的四分之一 叉叉叉叉 关闭手机 调整震动 然后主席上台 先报告一次 师哥敬拜完了 再报告一次 讲员上台之前 又报了三次报告 周报上两只手机这么大 我讲到整个一半 就听到 我灯的灵魂啊 你知道我当时有什么感觉吗 我真想吐血 怎么进去 我们就是喜欢被干扰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叫我们不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今天坦白说 有很多人喜欢遇见试探 很多人是会找试探的 试探不找你 你会找他的 来啊来啊 我喜欢诱惑他 求主帮助各位 让我们不会被干扰 在艰难中 仍然要守住神的道 把上帝的道 放在第一位 主啊我要坚持 我要坚持 这是你的教导 我要坚持 当面对着 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 他们在罪恶里面 他们在面对婚姻的选择 如此的随便 如此的世俗化的时候 主啊 我要守住你的道 可能我的生活 我过得清平一点 但是一路结果 守住他 我教会有一天 姐妹跟我讲 她说 什么 教导的道 教导的道 也不一定都好 我就是 教导不信主的人 也不一定都不好 我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 好不好 我教导不信主的人 好不好 这种问题真的很难回答 如果我妈妈也是 嫁给不信主的爸爸呢 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 嫁给不信主的人 不好 我就要问你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你怎么定义 好 什么定义 不好 如果你说 我的好 是指顺利 我的好 是指 两个人 一生相爱相随 不吵架 不不便有 然后 生活一方分顺 如呼风唤雨 如果你想要的是这个 我比较夸张一点 但是你大概不是这样想 你所谓的好就是 照着你想要的成就 两个人一生都在 甜蜜当中 在蜜中生活 他对你也如骨 就像这样 两个人没有成交 他会照顾你 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改变 他会摆半个容忍迷 你发脾气 他会端水给你喝 你如果想的是这个 姐妹们 嫁谁 都不好 弟兄们 娶谁 都一样 女人都是古怪的 明白吗 什么是好 你的好必须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约束要怎么说的 至于我 而我的一家 必定 事奉也好 事奉主就是好 那你家信主的 还是家不信主的 我的家要成为 基督化的家 要荣耀主 要为主做见证 家信主的 还不信主的 你明白 这边很多时候 你问好和不好 你的好 有问题 那嫁给信主的弟兄以后 取了信主的解历后 会不会吵架 会不会感情有危机 会不会有家庭有危机 会不会遇到困难 会不会有吵架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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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 当然也会 只要是人 都会有问题 如果你要找你 所谓的好 我鼓励你 别结婚了 因为你也不完全 我也不完全 他也不完全 很多不完全的人 主在一起 叫个教堂 这个男的不完全 跟那个女的不完全 组成了一起 叫个家庭 明白了 结果 上帝就借着 你们的不完全 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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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我们都过平的 因为我们上边 一位上帝 我们总是喜欢 用自己的手 控制对方 你要听 这是我 我说我背的 你要听我的 我不听 怎么办 没有信仰 很可憐 那我们就磨不下去了 怎么办 撒尤拉拉 如果我们有上帝 两个人 如果有上帝 就不会撒尤拉拉 怎么办 我们都到 主人面前来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Messon 里有两位 一位夫妻 我吵得很厉害 两位夫妻 就根本不说话 教会的同步 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那天我正好在那里讲道 讲完道以后 这一对夫妻来找我 然后神传道 离我们的荡告 我们已经进化要离婚了 哇 这么快 我就把他们找到旁边 有什么问题呢 讲来讲去是小问题 我发现 你们都还没结婚啊 是吗 告诉你们一些 不是卸家里 两夫妻找家都是小事 那你亚烧为什么那么放 你肥烧为什么那么放 就是在这种小事 你怎么这样叫孩子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我说话 就是斤斤计较那些小事 吵到两个人要分手 他说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我还相信 上帝可以改变 我们 那我后来听 妻子这样讲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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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两个人 都想改变对方 他们都想控制对方 照着我心里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我就问先生 你希望你的太太是怎样的啊 他就说 嗯 有个头发出来了 那我就问姐妹 你希望你的贤身是怎样的 我说你们都在做梦 你如果 上帝有一句话 你想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那天我是对那个父亲这样讲的 如果你像你的太太这样 是不是 是 你先改变 你像你的先生这样 是不是 你先改变 你改变了 他就会改变 他说我如果改变 他不改变 我不是吃亏 我说就是吃亏 你让给他 让给别人了吗 你们是一体 有没有搞错 我们有时候就是不愿意付代价 我为他们祷告 几个月以后我再回去 他们笑信心来来见我 我说有没有改参 有没有改参 有没有改参 告诉你这个就是信主的好处 如果你另外一个没有信主 信中没有主 你叫他一起祷告 他祷告吗 你的婚姻怎么掉下去 我不是慰言耸听 我只是告诉你 你在选择以前 想清楚 你要守住主的到 弟兄姐妹 不要碰到失恋 碰到诱惑 就掉下去 很多的姐妹傻傻的 找了一个男朋友 又回来了 你不能怪这些男人 因为男人的贺能 构造是不一样的 很冲动 冲动起来了 要跟你亲密 他们通常都会说 你爱我吗 你爱我就跟我在一起吧 女孩子想想 对啊 我爱你 那就在一起 傻的要命 各位你们这些男生 你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 你不会这样 你也是男人 对不对 除非你不是 你的生命构造就是这样的 很冲动的 女生要聪明点 要少住谁的到 让他问你 你爱我吗 你要回答 爱 但你通常要问另外一句 那你爱我吗 但是你有爱 那请你控制你的恨 可以吗 因为主喜欢我们是圣洁的 在那个时候 又过来的时候 你要先问主啊 你喜欢吗 要守住谁的到 要进入去考验 这样的生命才会成长起来 你跨越了那一步 已经走过去了 我跟今天 必须老实地告诉你 很多的年轻人 为什么来也快去也快 他们始终跨不过婚姻了这一关 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 从他们想的时候 十几岁开始爱主 新主跟水族 奉献给主 到他们婚姻那个阶段 跨过去了 他们就想 是几乎另外一个几乎 那个东西跨不过去 就掉下来了 很多人离开教会是因为什么 婚姻同居了 嫁给不清楚的了 从此 远离主 各位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人 做好的聆听者 守住 神的道 阿们 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你们交朋友的时候 在你们面对生活和选择 事业选择的时候 守住 神的道 这是生命神的道 必须 最后一个 我拖一点时间 最后一个 是好的聆听者 是那些 曾领受 并且愿意活出来的 是豪土 他们领受了 有结石 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的守成 耶稣说 这些人是领受了主的道 在他的心里面 不是在头脑里面 然后把主的道 活出来 允许我提醒你们 主耶稣在乎的 不是你知道多少 主耶稣所在乎的事 你行出来有多少 大家说一次吧 主耶稣在乎的 不是我知道 主耶稣在乎的是我 行出来有多少 有很多东西 你在教会里面 都可以学会的 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讲 但是传道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 聚会的时候 我在门口 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以为是你 我又觉得奇怪 因为他那么会在这里 就一起去 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他的声音 动作 所有的都很像你 说这样 可能是模仿吧 你可以模仿的 你可以模仿出 一个很近情的基督夫 你找路的样子 很近情 你坐下来的样子 很近情 你聆听的时候 你很近情 但是这些东西 不是你的声音 真正的生命 是要活出来 今天早上 允许我提醒你 你要学会 聆听 圣证 不只是在 讲道的时候 聆听 读经的时候 聆听 我相信神 在你的生命中 无时无刻 都有可能 对你说话 只是你还没有学会 去听 你看到撒末尔 当上帝呼叫他的时候 撒末尔 撒末尔 他会听吗 他不会听 他听到那个声音 不知道谁跟他讲 就跑去问以利 你叫我吗 不是 神一连喊了他几次 三次 以利一起打 这是耶和华呼叫 你接下来要这样做 跪起来 然后对主说 主啊 请说 仆人 请听 我告诉你 有时候你像不像 那个小撒末尔 神对你说话 你听不到 你不知道是神对你说话 所以这个过程 需要有人指点 需要有操练 你要学会 聆听上帝的话 我有一天坐在 教会的里面 那个教堂里面 跟崇拜 那天是我讲道 然后我在那里 跟听众姐妹 一起敬拜 就那天 听众姐妹 在唱什么诗呢 求你聆听 求你聆听 我每一个心跳 那是我最虔诚 最可不得其的 你会唱吗 那天 他们也在唱 我也在唱 我也喜欢唱这首歌 但是突然突然 在唱唱唱唱的时候 神对我说话 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放在了我的心中 你们都在唱 求你聆听 求你聆听 让我听你们的心 你们中间 有多少人 在听我们的心 哇 我不是叫你们 不要唱这首歌 我只是那一天 我觉得 神这个在提醒 我们都在求主 听我们的话 我们有多少人 在听他们的话 听他们的声 有多少人问主 你喜欢我怎么做 有多少人听主 主说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有多少人是这样 我们有痛苦的声 主啊 你聆听我 你聆解我 你了解我 你明白我 你安慰我 主说 我的心 有多少人 明白 那一天 我在主的面前 谱告 流了很多的眼泪 我觉得我们常常 伤害的 常常不听 那个话 主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真正会聆听的人 真正会听到的人 真正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是听进去 做出来 你要做这样一个好的聆听者 否则你都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再讲一次 要听进去 做出来 不是说出来 听进去说出来 还不算 听进去 要做出来 有时候神的道 像什么 像一个灯一样 照亮你前面的路 诗篇一百十九 一百年五节说 要我的话是我 脚前的灯 路上的花 他像灯在你以前 当你无助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 你祷告 聆听上帝对你说话 读神的话 上帝指引你情 有意思啊 我说神就是借着 这些话 指引你 当我觉得我自己 不知道如何去抉择的时候 我不知道向左 向右 向哪里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听一个 上帝的仆人讲道 他不是针对我讲 他是在讲什么道 但是那一天我听到 主对我说话 他说人都选择 比较容易的地方 对自己有好处的地方 人都愿意选择那一些 让自己走的路 比较舒服的地方 但是我告诉你们 通常艰难的 事实的指引 他很简单的讲过 但是那一天 就是我的训练 我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是对我有好处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的 另外一条路是比较难的 对我来说要付代价的 他告诉我 难的很可能就是圣子 我就回去祷告 跟我太太祷告 我说今天我听到 上帝这样的话 我很扎心 我很难苦 我很痛苦 但是我好像看到 神的指引是这样 我们就一起祷告 我们作为一个决定 选择 作为一件难的 你明白吗 有时候你要知道 神的话就像灯一样 照明一起 少在这条路上 一直有神的话语 来引导你 来帮助你 一直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非常重要 有时候 神的道就像箭一样 希伯来说 第四章十二道十四节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对吗 那种两刃的剑 刺透你的骨结 和什么骨髓 也说神的话 像刀一样 像剑一样 吃进去 是你会感到痛 因为你错了 你偏离地煮得到 上帝的话 吃进来 把你心思 意念 动机都剖开 你听进去了 你就去重新 上个礼拜 我在读经的时候 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 那里面有一句话说 你们中间又有一些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你们就要为他祷告 我读到约翰的时候 感觉到突然之间有一些的感动 我觉得人的处理方法不是这样 我也不是这样 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 我们喜欢怎么做 喜欢怎么做 说咯 你知道吗 那个人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那个人是这样 我们喜欢说 有些人喜欢背后说 有些人也喜欢当面说 但圣经的原则都要说 要为他们祷告 那一句话 像箭一样刺激了我的心 我就跪下来 就为那一些 我看见他们生命中有问题的人 来为他们的问题祷告 我告诉自己主 主啊 从今以后 我不再向他们的 是非错 我为他们祷告 你明白吗 有时候你读经 读神的话 会有这种结果的 有时候像灯 照你 你就照着去做 有时候像箭 刺你 你悔改 专相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把主的道 听进去 做出来 我最近在改学生的作业 有一些学生 参加了那个营会 参加了那个退休典之后 他们就回来 要写一份的作业 就是把他们在德国 马丁路德信仰之旅的 这一个旅程 他们所领受的 和他们接下来 要应该怎么去实践 这个信仰的 那些计划 写出来 你知道我在每一个人的 计划的后面 我都会写上 一句话 把他 做出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写 很多时候我们脑里面 都想 做 做 做 但是做出来 才是真的生命 把道 行出来 你是真正听懂了什么话 你的生命 才会成长 弟兄姐妹 千百年来 属灵生命的成长 都逃不过这个规律 听 主要 活出 主要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软弱 你会做不到 你会失败 但是不要紧 你要回来 重新再开始 我常常形容 这个过程 就好像小孩子走路一样 学习 跌倒 起来 起来 跌倒 在整个过程的里面 你会变得越来 越成熟 越来 越成熟 直到最后 你整个人 就像 活出神道 一样的见证 你一走出来 人家就知道 这是一个基督徒 因为他身上有道 是看得出来的 我非常欣慰你 我非常感到自己感恩的一件事情 这上个礼拜 我去一个姐妹的家里面探访 她的先生不幸处 在那里我就跟她讲了很多上帝的话 之后第二天 这个姐妹在我的QQ上留了一句言 我感到非常欣慰 也非常的感恩 她说 神传道 我的先生说 你身上真有道 我没有意思要夸解自己 我感恩 因为 一个真正活出神道的人 是一定 让人知道的 那个人 才是真正会 聆听主话语的人 你看 你要成长 对不对 把主道 听进去 活出来 可以吗 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你今天听完我得到 你不会成长 除非你去做 十年以后你回来看看 哇 不一样了 别人也会说 不一样了 这个人 真的被主的道 改变了 听进去 活出来 我们一起祷祷 我们一起祷祷 我们唱一首诗歌吗 清新听 会唱这首歌吗 上帝总是在 我们安静的时候 对我们说法 你每一天 都很被很多忙碌 很多的东西挤住你的 时间 挤住你的心灵 也听不到主的声音 你要安静你自己 当主今天对你说话 有这首歌吗 清清听 我们一起来看 清清听 清清 清清 我要清 清 我要 听我主声音 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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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轻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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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声音 我声音 你是大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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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的处在 我一生 只听随住声音 你是大牧者 神明的处在 我的母人 任何我声音 在唱唱 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要轻轻听 我主声音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轻轻听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轻轻听 他在轻轻听 我的母人 任何我声音 你是大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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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的处在 我一生 只听随住声音 你是大牧者 神明的处在 我一生 是大牧者 我的处在 我一生 直播声音 你是大牧者 神明的处在 我一生 谁 今天早上 上帝的皇帝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 你是一个好的灵婷说 你愿意做一个 上帝所喜悦的好土吗 我们赞出人籍拜蛋糕 让帝神把你的生命挤住了 让你没有时间 没有兴趣 没有精力去聆听神对你说话 你平常的灵修祷告如何 你有没有安静你自己 让上帝借着周围的事物来对你说话 你每天说个不停 从来没有分别一段时间 让主对你说话 你如何挺进去 你又如何醒出来 一直当你的听出问题的时候 你的生命也出了问题 我们的生命就要心思走肉伴的宗教生活 却没有活出生命就要心思走肉伴的宗教生活 别人也在我们身上看不见 你又如何 我愿意回答你还起 我愿意对你说主 你要听说我要听你了吗 每一天都听到你的宗教生活 每一天都听到你的宗教生活 我们的人是不干的 每一天都听到你的宗教生活 因為你是我的目指 我需要哄住 哄住 讓你更多的禮品來 聽進去哄住 哄住 哄住 我們再唱這首詩歌 我們就結束了 我要哄聽 哄住 哄住 請請聽 清清聽 center 清清聽 我必不忍耸 從頭再來破音 清清聽 清清聽 我要清清聽 我看著耳聽握住聲音 輕輕聽 它在輕輕聽 我的無人願意握住聲音 你是耽誤者 生命的存在我一生 我的無人願意握住聲音 你是耽誤者 生命的存在我一無人願意握住聲音 我們站起來一起唱 輕輕聽 我要輕輕聽 我要側聽握住聲音 輕輕聽 它在輕輕聽 我的無人願意握住聲音 你是耽誤者 你是耽誤者 生命的存在我一生 至今隨處聲音 你是耽誤者 生命的存在我一生 生命的存在我一生 至今隨處聲音 你是耽誤者 生命的存在我一生 我們願意握住聲音 我們願意握住聲音 很多时候我们口里面称祢为主 却常常不遵心里的道 我们听的是一天 做的是另外一道 主我求祢帮助我 求祢赦免我 求祢原谅我 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再一次宣认你是我们的主 再一次对你说主 祢是我们的大目者 我们要听祢的话 求祢帮助我们学习去听祢的话 让我们听懂 听进去 祢做出来 主祢听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真心在祢面前的祷告 愿主愿纳 愿主保守 愿主加力量 使我们能够活在祢的道中 也把祢的道活出来 从耶稣节目的名字 阿们